請部長 委員部長 委員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想敦鋒艦隊的疫情沒有擴大 這幾天看起來是沒有擴大 也沒有造成社區感染等等 那幾天下船的時候 所以我想這算不信中的大幸 不過我想我們在這邊釐清問題在哪裡 主要還是希望說能夠讓國防部可以知道 這一整個過去這段時間作業的這個標準 以及他有沒有落實 那他可能反映了背後的這個國軍的這個文化 這個可能都還是要部長要去思考一下 怎麼來去處理啦 來去精進 那根據海軍109年敦睦遠訓支隊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實施作法裡面 其實有提到 航行期間發生這個人員身體不適 標準作業程序裡面有 其實有提到說人員身體不適的時候 如果有發燒或是傳染疑慮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要照 胸部X光的檢驗 其實在你們自己的這個實施作法裡面就有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就部長所知那個時候這五個發燒的 都沒有照X光的原因是什麼 醫官 那軍醫局 症狀以及他的主術 然後做理學檢查之後 判斷他肺是乾淨的 還是說有肺炎的狀況 他如果認為他不需要照S光 那可能就不會照 我想因為這個其實是在你們自己的這個實施做法 那我也尊重這個醫官當時的這個醫療的處置 那我也不是醫療的專業 那但是因為我們其實當時在這個 這個鍵上的設備也有限 現在根據事後的這個研究來顯示 武漢肺炎的感染者大概只有三成多 才有辦法從S光上面看到 所以我也不是說要在這邊苛責 只是說你辦法定在那邊 後來沒有的原因我覺得我還是想了解 另外就是說其實更重要 我為什麼說我不想要去追究這個醫官 因為其實上次我就有講到 4月9號一直到4月9號見上的時候 才收到最新通報說秀未決異常 所以其實在這之前軍醫應該也不知道 說我現在已經有另外一個判斷的這個標準 是秀未決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要跟部長強調 因為是3月31號 指揮中心就已經在記者會上面宣布說 把秀未決異常列入通報的定義 4月1號的時候衛福部又再發一次新聞稿 來講這件事情 然後國防部是到4月5號 後來我們就去了解我上次質詢有問部長說 該不會是因為是在等公文吧 就是說一般的公開的這種公告 反而國防部沒有去察覺 反而是等公文結果還真的是 是等到4月5號國防部收到了這個通報定義的更改 然後4月7號才通知劍指部 那劍指部4月9號才通知劍隊 所以這個中間的這個延遲 部長自己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的確 我們國防部局局是4月5號 收到衛福部發的公文 就有關秀未決異常 還有附屑的通報 那這個是在剛好在連假期間4月5號收到 收到之後我們就往下通知到海軍司令部跟艦站 那到9號 所以就在我們也在做離區 那麼9號之後 他用封包的方式再發送到支隊 其實部長 這我上次也有講 就案397這個案例在4月9號 他就有說他自己覺得這個 他自己回溯起來 在4月1號就已經覺得他自己秀未決異常 所以如果我們在3月31有 即時的更新給劍上面的話 而不是等公文的話 其實劍上面很多這個 可能罹患這個武漢肺炎的人 他自己就會有這個警覺 就說啊這個可能也是一個症狀 那可是我們就沒有在那時間通報 那就像剛剛部長講的 這個中間還包括還在 還有這個清明節的連假啦 等公 這等於是 等於是 因公文 如果我們就是被動性的等公文 就真的會遇到連假這些問題 可是如果我們是即時性的去 了解這個疫情的狀況 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有再來去仔細的看一下 國防部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實施計畫 裡面的規範其實很清楚 這個其實是要讓部長你思考一下 因為裡面其實有講到 不只是說這個軍備副部長擔任指揮官 其實在這個實施計畫裡面 這個一級開設的這個分工表 計畫作業主 他就主責掌握中央防疫政策指導 研判疫情發展狀況 提供給指揮官 也就是我剛剛講這個軍備副部長 來去做防疫的決策 這個是軍醫級的這個責任 另外一個是情報作業主 就是掌握國內外最新疫情資訊 輿情蒐集由秦赤士擔任 所以其實在國防部自己的實施計畫裡面 他就有兩個組別 他應該是能夠在第一時間3月31號 他不用等公文 他3月31號這兩個組別 如果有按照他的分工的話 他應該就掌握到 所以我想要請問一下說 這個是這兩個組別 有掌握到秀未決的這個 最新的這個防疫的標準 這個通報的標準 還是說其實是沒有掌握到 我們軍醫局他有掌握到 然後軍醫局也就玩笑轉了 這我請軍醫局長做個詳細說 是 報委員 那當時他時間上面 他有分別對於對象 那傳達不同 就是說這一個資訊 那剛開始是對於一屆的部分 這是事業三號的嗎 是一屆的部分 他有對一屆聯盟 或者相關這個一屆的職業的發這個通告 那正是對於機關 或者是我們的是在五號發文 那我們在六號收到 我們馬上就在我們的防疫工作管制會議裡面 跟三軍都已經講過了 那後續才以這個公文才傳下去 所以部長我是要提醒你 其實回溯起來講起來 最後變成說 這個我們指揮中心開的記者會 發布出去的這個公告的消息 我們其實在三月三十一號也沒有掌握到 四月一號衛福部發的新聞稿 我們自己的這個應變計畫裡面的這個小組 也沒有掌握到 最後是到四月三號看到他們發給一屆的一個公函 有看到 四月五號等到公文才看到 那我覺得我們自己本來這個實施計畫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完整的 老實說我剛剛也想不太到說 除了這個計畫這樣的分工 我們還有沒有別的SOP的方法 可能有新的防疫作為可以做 但是我們的分工計畫事實上是不錯 如果我們都有落實的話 我們很多資訊都在第一時間就會 就會掌握到 那尤其其實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兩個組別 我們這個計畫還有一個每日集會 也就是你每天都還要開會去更新 所以我就說 其實如果三月三十一號 四月一號 我們每天開的會 都有掌握到 今天三十一號 那個指揮中心講什麼 我們三十一號馬上開會 就會整起來 那一天就可以落實 我們根本不用等那五六天 才拿到這個公文 然後才又再去等了兩天 給建子部 建子部又等兩天給建上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背後 其實突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國人最大的焦慮 就是國軍可能SOP都寫得不錯 計畫都寫得不錯 老實說我看這個計畫 如果完全有按照這個計畫來 我們一定是三月三十一號 就掌握到資料了 我們沒有那個理由說 我們有兩個組 專門在掌握防疫的資訊 還有一個每天的會議 在會整這些防疫的資訊 結果我們是仍然是用等公文的方式 等到四月五號才拿到公文 那中間這六天在幹嘛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部長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這種形式主義 我們這個形式主義 我剛剛講這個計畫是真的不錯 但它最後成為形式主義 這六天等於這幾個組 即便它有發揮某個部分的功能 但它沒有真正的落實到 指揮中心的這個防疫跟通報的標準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部長回去思考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怎麼改進 以及有沒有 我們已經加強給CDC的鏈接 我們會落實來執行 所以第一時間能夠掌握資訊 謝謝委員的指導 謝謝 謝謝部長